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冠疫情爆发后 医院实行禁止探病等措施 防范疫情扩散 很多原本留院的病患都选择回家 以便与家人有个照应 年阶94岁的李婆婆就是其中之一 她不幸地在去年年底跌伤双脚 行动不变 子女们就将婆婆接回家 不过几人都有工作在身 一些照顾病患的要点也未能兼顾 刚刚回家的时候 婆婆的健康甚至有所恶化 回到来的时候 因为她的脚弄了 我们不是怎样会护理她 搞到她的脚就起了个压瘡 有个压瘡 如果我再不理 她的脚就会闭或者再恶化 卫生局又关门 我们说找卫生局又不行 医院又不允许 那婆婆怎么办呢 疫情之下很多行业停工抗疫 所幸还有一众前线的护理员 逆行而上 在收到陈女士求助后 两位来自明爱的个人护理员 就经常来到婆婆家 照顾婆婆之遇 同时教导她的家人 如何照顾伤患 接服务的时候是一月份 后来二月初的时候 发现她的脚 有个压瘡 应该是二级的了 整个脚都肿 然后有肾液 有些黄色的肾液 还有乳黑的 当时我们就帮她 处理了伤口 差不多一个月了 基本上都康复了 然后教她家人 如何帮她护理 比之前好很多 有力了 之前是扶着她走 现在是用手拉着都可以走 比之前确实好很多 在护理员协作之下 李婆婆已恢复朝气 家人的压力亦突然减轻 不过护理员自身所面对的困境 仍然持续 据明爱方面表示 因事共有24位前线护理员 在疫情期间 每人每日 就要服务四至六位求助者 工作压力大之余 还要兼顾疫情风险 此外部分护理员的外股身份 更是令他们有加归不得 尽管如此 当他们接到他人求助的时候 仍是继续坚守不懈 服务社会 24小时支援 都要帮助有殊人士 和熟悉人士 我们帮助他们 他们又开心 我们又安乐 我们又安心 我觉得 都可以 就算疫情多难也好 我们都要去提供服务给他们